男子捉龙袍来健保 专家非说是赝品要现场销毁 男子直言道 你可知我性爱心觉罗吗 为什么专家要将龙袍销毁呢 男子真的是皇帝的后人吗 让我们一探究竟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华儿女 遍布在世界每个角落 56岁的杰克 初中时就随父母来到了英国 但他却是弟弟道道的华夏儿女 如今父母已经去世 自己的子女也都长大 他心里却总有一份羁绊 那就是对祖国的思念 他想落叶归根 回到那老北京皇城底下的四合院 因为那才是他出生的地方 那里有关于他爷爷奶奶的味道 还有他童年的记忆 他准备回国了 还为祖国准备了一份大礼 镜头一转 电视台演播时大厅的门已然打开 杰克走了进来 观众们为他响起了掌声 主持人也致以亲切地问候 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健保节目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杰克说 大家好 我叫杰克 这次来参加节目 是给大家看一样我的宝贝 健保节目举办这么多期了 头会看见有华侨来参加 观众们都很是期待 主持人说 那么杰克先生给大家带来什么宝贝呢 杰克说 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件皇帝的龙袍 听到这里大家都非常震惊 那皇帝的龙袍肯定价值连长 只见杰克从包里套出了一件镜袍 原来是一件黑色的龙袍 被杰克表在了镜袍中 这上面的是一条五罩龙 腾云驾雾栩栩如生 这种服饰 大多数人只在电视剧里才见过 主持人问道 那么请杰克说说这个龙袍是怎样来的呢 杰克说 这个龙袍在我英国的家中 放了很多年了 在我小时候 父母就在英国做生意 我呢就随着父母在国外读书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我记忆中 我大爷做生意赔了 就从我爸那拿了不少钱作为周转 为表感谢 就把这个龙袍送给了我爸 还嘱咐我爸好好保存 不得万不得已 不可卖他 我父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家里资产也颇为丰厚 自然不会打他的主意 男子捉龙袍来健保 专家非说是赝品要现场销毁 男子直言道 你可知我性爱新卷罗吗 主持人问道 那么杰克这次参加健保节目 是对这件龙袍的真伪产生怀疑吗 杰克说这龙袍应该是真的 因为我曾经拿给一个董行的鉴定师看过 他给出一个惊人的价格 两个亿 这时观众都发出惊呼声 两个亿啊 这可是十足的天价啊 杰克接着说 我呢 是想让咱们国内的专家瞧瞧 然后我有一个打算 当主持人问是什么打算时 杰克却说 暂时保密 其实所有的观众都有个很大的疑惑 龙袍不应该是黄色的吗 为什么这件龙袍却是黑色的 带着观众们的疑惑 杰克将龙袍交给了专家 几个专家戴上眼镜轮番地看了一下 其中一位专家说道 我们大家以为龙袍只有黄色的 其实不然 皇帝也喜欢穿各种颜色的衣服 比如皇帝在几天时 就会穿蓝色的龙袍 再朝日时时会穿红色的 纪月时又会穿白色的龙袍 杰克的这件龙袍 大家都以为是黑色的 其实这是一件实青色的 确实和皇帝常穿的服装有差异的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点的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纹饰 其实就是帝王的象征 这种弯曲的线条 就是水角波浪山时 我们称之为海水天涯 象征着江山一桶 而这上面的五爪龙 这就是黄泉的象征 这时候观众们都听呆了 其实最为期待的就是 这件龙袍究竟价值多少 专家的一句话确实语出惊人 这件龙袍 经我鉴定 它是艳品 是来自现代的房品 为了防止艳品流通 我建议将它现场销毁 全场观众都感觉很失落 专家说 我为什么说它是艳品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 这种实青色的颜色 不属于黄白红蓝的一种 但是从衣服的面料来看 应该来自现代的房品 这时候杰克说道 专家的话 我不敢苟同 男子值龙袍来剑袍 专家非说是艳品要现场销毁 男子直言道 你可知我性爱新觉罗吗 本来我也不想亮出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的中国名叫什么吗 全场观众都对这个神秘的杰克 充满了好奇 杰克说 我的中文名叫 艾新觉罗克利 试证了八经的郑皇旗后裔 听到这里观众们都感觉很震惊 想不带清朝皇族的后人 竟然出现在了现场 专家说 那你怎么证明你这个就是真品呢 杰克说 民国初年 我的他爷就开始从商了 足迹遍布整个欧洲 到了我爷爷这辈 也是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来回奔走 不仅在国外有生意 也经常会回到国内做慈善 晚年就想着落叶归根 葬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我太爷那位留下的教诲 就是低调做人 用心经商 所有我们家这几代人的生意做得很大 这副龙袍 其实是晚清时期皇帝穿过的 太爷当时将它带出了宫中 是想留一份念想 到了我爷爷这辈 本事传给了我大爷 只是后来我大爷将它给了我爸 我呢才将它带到咱们节目 您说皇帝只穿四种颜色 其实皇帝也有其他的配色服装 只是您说的这四种比较普遍罢了 这时候另一位专家发言了 其实我比较赞同杰克的说法 有一本古籍叫 亲定大清会点图 上面对皇帝的服饰也有相关的记载 的确不止这几种颜色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件真品 而且价值不菲 只是我不明白一件事情 杰克您说有一个决定 我能否问一下是什么决定呢 杰克说 我一生都在国外奔波 如今我老了 自然想落叶归根 这件龙袍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 我想把它献给国家 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中华服装礼仪的文化 这时主持人问道 杰克先生之前说 有人鉴定这件龙袍价值两个亿 如果他真值这些钱 您把它上交了 您不心疼吗 杰克说 其实钱对于我来说是身外之物 在这我们家世代经商 其实见过的钱多了去了 我回国 也想多做做慈善 多为祖国做点事情 这时候观众都为杰克想起了掌声 究竟这个龙袍是真是假 专家席上进行了讨论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这副龙袍是真品 而且价值连成 专家说 刚刚我们经过了紧张的讨论 而且也看了一些文献 上面对这款龙袍有所记载 我也是意识粗心大意 判断失误了 跟您道个歉 您说把这个祖传龙袍上交 那么我们就帮您把这个捐给故宫吧 同时也会给您颁发荣誉证书 对于您的爱国心 为您点赞 这时观众再次为杰克想起了掌声 朋友们如果是您的话 您会将这件龙袍捐给故宫吗 或者将它卖掉 还是一直保存下去 评论区告诉我吧 好了朋友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更多好看视频等着大家 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